近日据外媒报道称 加拿大近来因为受到多重事件的冲击 对经济发展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据加拿大经济报发表最新消息称 现在加拿大商界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 很多跨国企业内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矛盾 面临多国跨国企业从加拿大撤资 停止与加拿大合作等等 自从庞巴迪被取消了10亿美元订单之后 加拿大很多企业家都已经开始感受到 因为这笔订单的取消随之而来的风暴 据俄美表示 目前加拿大在航空制造业上 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而且现在连基建领域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据加拿大官员表示 现在加拿大很多民众已经表现出相当不满 因为经济冲击给加拿大的民众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加拿大民众谴责加拿大政府之前形势太鲁莽 才导致现在惹破上身 我们知道加拿大是重要的港口国家 然而现在很多外国企业在加拿大的港口工程和很多 能源建设工程的订单都被一一撤回 据加拿大财政部门统计 目前加拿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320亿美元 加拿大很多经商者将心中的愤怒 发泄到特鲁多团队身上 认为是他们一味讨好美国做了错事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国家 其实相比这些商人 还有比他们更着急的人 那就是加拿大的高层 他们更担心加拿大接下来该怎么走 加拿大政府发现曾经他们为之上刀山下活海的 美国 法国和英国一些国家 现在对加拿大的现状都罕见地选择了沉默 因为加拿大现在得罪的国家不是一般的国家 而是中俄两个大国 现在没有人愿意站在加拿大那边敢替他们出风头 即使是美国也不愿招约是非 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北约一些国家 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对自己无利的事他们不会去做的 即使是曾经对他们那么忠心的加拿大 在他们的眼里 也不过就是一颗棋子罢了 但是为了不招来口舌 西方国家还是会象征性地对加拿大进行一些声援 但至今未做出任何实际行动 所谓的声援对加拿大毫无意义 不仅解决不了加拿大的问题 反倒让更多的国家对他们反感 对美国来说 加拿大从上个世纪美租争霸时期开始 他们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听话者 是美国最忠实的追随者 尽管在后来的贸易上有些不愉快 但是加拿大还是选择向美国妥协 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定位 执拗下去只会把自己逼上绝境 那就做个顺水人情 让美国觉得自己足够忠心 后来通过美加莫三国贸易协定 重新确定了加拿大对美国的追随关系 在很多次国际重大决议时 加拿大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美国这边 但是这一次 加拿大发现自己真的做错了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因为过于追随美国 导致现在加拿大企业出现了极度萧条的状态 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现在的加拿大不知道还能走多远 俄军事专家表示 希望经过这次风波之后 加拿大能够清楚认识到自己的位置 活出自己 不要再做美国的替嘴羔羊和打手了